大家好,我是小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女孩被同学羞辱 导致精神崩溃超能失控的故事 嘉莉自小与妈妈相依为命 而妈妈是一个疯狂的宗教分子 所以妈妈对嘉莉的教育是严苛的 如此一来嘉莉成了同学严重的另类 她不善与人交流,不参加任何活动 学习成绩也不出众 当同学们愉快地玩游戏时 她总是弱弱地站在一旁 这日体育课过后 嘉莉最后一个进入浴室冲凉 突然出巢来袭 嘉莉从未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 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于是惊恐大叫 这却引来了女同学们的嘲笑 以小丽为首的同学羞辱她 最后小丽居然还用手机拍了视频 这一切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女孩来说 伤害多大可想而知 索性体育老师及时赶到 制止了小丽等同学野蛮的行为 接着校长安抚了嘉莉 并表示此时一定一查到底 对闹事的学生绝不姑息 一向嚣张跋扈的小丽 并没有意识到她拍嘉莉的行为是犯罪 被戴没有半点悔过之意 反而把嘉莉的不雅视频发到了网上 这件事一下子闹大了 体育老师为了惩罚小丽 决定将她从自己的课堂除名 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 这是非常严重的处罚 因为只要有一堂课被除名 这就意味着该学生高中无法正常毕业 意味着无法踏入大学的校门 对于这样的处罚 小丽还没有悔过的意思 而是记恨在心 发誓定要报复嘉莉 而再次回到学校的嘉莉 面对的是同学们的冷嘲热讽 失落生气的她独自来到卫生间 面对镜子看着自己被欺凌的样子 怒火一下就燃起 突然墙壁上的镜子随着她的怒火开裂 接着她发现自己居然可以控制掉下来的碎片 一个惊人的事实摆在眼前 那就是自己拥有超能力 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发现 于是嘉莉马上上网搜索超能力相关资料 到图书室查阅特殊能力的相关书籍 了解自己身体的秘密 这日课堂上嘉莉还在试验自己的超能力 突然语文老师让她读一段自己喜欢的诗句 显然嘉莉课堂上少有发言 一段诗句念完之后 同学们是嘘声一片 可是同学汤米却破天荒的来了一句褒奖 要知道汤米可是班级的男神 这让嘉莉有些欣慰也有些感激 汤米的女友是小苏 而小苏当日也有参与遇试羞辱嘉莉事件 只是现在小苏已经彻底悔悟 为了能弥补嘉莉 她恳求汤米邀请嘉莉一起参加毕业舞会 汤米从没正眼瞧过嘉莉 但是她爱着小苏 这是小苏的心愿 她必须帮忙完成 于是在食堂 汤米主动邀请嘉莉参加毕业舞会 对于嘉莉来说 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同学又要想办法羞辱她了 可是汤米话语里 每眼间都充满了诚意 嘉莉虽然不知道汤米 为什么会邀请她参加舞会 但是对于这破天荒的第一次受邀 她感动的热泪盈眶 嘉莉独自感动的泪水 被体育老师看见 当老师了解到情况后 鼓励嘉莉勇敢受邀 跟同学们玩到一起去 其实这个邀请事件 连体育老师都无法相信 为了保护嘉莉 她甚至亲自找汤米和小苏坛 确认了是没有套路 只是单纯的舞会邀约 而这次嘉莉相信汤米是诚心邀约 于是答应一定赴约 高兴的嘉莉来到服装店 挑选了自己喜爱的布料 她准备亲手做一件 她从未有过的漂亮衣服 这对于一直被人歧视的嘉莉来说 这是一次很好的交际机会 可是嘉莉妈妈却不这么认为 她极力反对嘉莉赴约 她认为别人对嘉莉必有所图 会伤害她 可是妈妈的强烈反对 并没有打消嘉莉的意愿 反而激发了她的超能力 直接用超能力反抗妈妈 妈妈也拿嘉莉无可奈何 而另一边 小莉对于嘉莉受邀参加舞会的事 气场加起 于是和男友亲手杀猪取血 准备在舞会上 好在羞辱嘉莉一次 没人知道小莉在舞会上 准备了猪血陷阱 汤米如期来接嘉莉参加舞会 毕业舞会同学们打扮得靓丽异常 一场场舞蹈精彩分成 而嘉莉和汤米的舞蹈 更是力拔头筹 成了当晚的舞蹈冠军 这时嘉莉从未有过的快乐 此时她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美好 可是就当两人在舞台上 接受大家的赞扬时 小莉启动了机关 一桶猪血倾盆破响 把嘉莉淋成了血人 紧接着嘉莉遇事被乳视频 在墙壁的荧幕上播放起来 接下来 本不在小莉计划里的意外又发生了 那个装猪血的桶掉下来 砸死了汤米 这一切彻底激怒了嘉莉 她体内强大的超能力被完全激发 只听嘉莉一声吼 一群人都被强大能量拨震退 有人直接撞门而亡 学生们想逃跑 可是来不及了 嘉莉直接封锁出口 接着嘉莉开始大开杀戒 当然心地善良的体育老师 嘉莉并不会伤害她 而是把她送到了安全的舞台上 那些死者全是平日里 欺压羞辱嘉莉的人 这真是辛仇旧恨一起算了 可是嘉莉最痛恨的小莉却逃了 于是嘉莉飞出舞蹈室追了过去 很快嘉莉追到了小莉的车 嘉莉一下先毁掉汽车的去路 小莉被迫掉头 看到站在路中的嘉莉 她居然直接撞了上去 当然嘉莉是没有任何损伤的 小莉的男友反而一下就撞死了 接着嘉莉把汽车飞升起来 再撞向地面 小莉的性命到此也就结束了 一切恩怨了结之后 嘉莉恢复了冷静 此时她想到妈妈之前的提醒 打忙回去找妈妈 虔诚的宗教徒妈妈赶紧拉着嘉莉祷告 此时完全认同妈妈的嘉莉 跟着妈妈一起祷告 可是妈妈却拿起匕首 刺进了嘉莉的身体 原来妈妈认为 拥有超能力的嘉莉是魔鬼附体 必须消灭 虽然嘉莉极力解释 但是妈妈根本不听 嘉莉再一次次被重伤 最受伤的其实是她脆弱的内心 无奈之下嘉莉反击 而不受控制的超能力 很快就杀死了妈妈 这个时候的嘉莉精神早已崩溃 在极度痛苦中 他们的房子 如同嘉莉破碎的心一样碎掉了 慢慢的房子连同嘉莉 一同沉入到地下 杀死嘉莉的真正凶手 并不是她的超能力 而是同学的冷嘲热讽和羞辱 请善待身边人 如果做不到 至少不要随意